麦当劳赶唐氏正女 残蒙高分被抗议 大声喊口号 首举抗议标语 昨天身心障碍团体 发动50多位唐宝宝 前往台北麦当劳总公司前抗议 因为他们不满上周五 麦当劳高雄又昌电 报警赶走王姓唐氏正女子 事后道歉又没诚意 身心障碍团体 要求麦当劳公开当天录影带 还原真相 并要求麦当劳总经理公开道歉 更要保证 未来不会有类似歧视行为发生 麦当劳仅派出公关协理出面 麦当劳绝对没有 不会有歧视差别待遇 歧视弱视 针对这个事情 我想很明确的是 我们餐厅这个个案在现场 处理是有不妥当的地方 让王女士有不愉快的用餐经验 不要再强调我们没有歧视 让现场抗议团体相当不满 扬言将在发动更激烈抗争 总经理出来 总经理出来 我们没有看到麦当劳 有任何直接的表示 他们对他们的道歉 都是透过媒体的 总经理出来 除了抗争行动外 唐氏正关爱者协会 也写信给国际唐氏正联盟 美国唐氏正团体回信 认为台湾麦当劳歧视的行为 相当可耻 动新闻快点道歉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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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